为了立抗脑部疾病 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团队 开发出中药副方 轻脑一号跟行脑一号 两者在动物实验上 都取得了夹击 其中轻脑一号 可以有效地驱除 患有阿兹海默症 小鼠的脑部斑块 在小型人体临床试验当中 也证实可以改善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认知记忆功能 至于行脑一号 则是能够让 中风急性期的小鼠 存活率达到百分百 既行脑一号 在新冠疫情立下大功 国家中医药研究所 又开发出两款中药副方 轻脑一号跟行脑一号 把老药新用 治疗失智症跟中风 带来巨大突破 行脑一号主要就是可以 藉由去活化小胶质细胞 因而可以去清除 乙型类电粉蛋白 防止脑神经细胞的死亡 研究团队在动物实验中发现 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小鼠 经过清脑一号治疗后 脑部斑块明显消失 更恢复竹巢行为 也能在水迷宫试验中 凭记忆找到上岸处 显示具有神经保护效果 而在小规模人体临床实验 也证实 清脑一号让轻中度 阿兹海默症患者 改善认知跟记忆功能 至于行脑一号 也在动物实验中取得家机 处于中风急性期的小鼠 用行脑一号治疗 存活率是百分之百 而用传统血栓溶解剂 存活率则是百分之四十 且经行脑一号治疗后的小鼠 不论是活动力 自理能力 还是辨识力 统统恢复良好 它主要是借由 可以抗血栓 具有脑神经保护 以及脑神经干细胞 再生的这个活性 改善中风 以及中风产生的后遗症 而这两款药物 正等待忌转招伤 再进行大规模人体临床实验 让患者有更多的治疗选择 介绍叶玲凡 特别有道理 新北市一所国小 传出有高年级的学生 翻开老师的抽屉 偷看期中考的考试题 甚至还揪同学一起来 结果同学偷看完 期中考之后说六嘴 整件事情东窗事发 学校紧急的重考补救 而负责保管的代课老师 也已经自己离职 但是同一所学校 还有离谱学生 停一班外出比赛 在旅馆里头恶作剧 拿马桶水给同学喝 家长直呼太离谱 群组上紧急通知 国语科期中考必须重考 但才刚考完怎么还要重考 原来是有学生偷看考题 离谱事件就发生在 新北市一所国小 高年级某一班学生发现老师抽屉没锁 也直到里面放着国语科期中考题 居然跑去翻出来看 还就同学一起 没想到考完 同学说溜嘴告诉别班 事情才曝了光 校方紧急重考补救 抽屉没锁的代课老师 最后自情离职 教育局严正要求学校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不过事实上早在期中考前 这所国小体育班外出比赛 还有学生恶作剧玩过头 四月初体育班南下比赛 结果其中有学生恶作剧 接连两天装了马桶水给三位同学喝 最后被发现校方介入处理 虽然没有身体不适 但家长知道了 还是气炸了 学生年纪小不懂事恶作剧当有趣 校方更应注意孩子行为及时导阵 记者梁子月杨文豪新北采访报道 政治焦点来关心到的是台北市警察局长 最后是由警政署副署长李希和接任 台北市长蒋万安原本属一的方阳宁意外落马 今天蒋万安出席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怒呛内政部没有诚信 蒋万安透露 当时与内政部长刘世芳达成共识 由内政部提供名单 再由他圈选决定 不过他圈选的是方养明 内政部最后却反悔 这也让蒋万安罕见动怒 质疑未来合作谁敢相信 外传方养明落马的原因 是因为他曾经处理太阳花学运 让日盈不满 刘世芳表示 沟通不会百分之百大家都满意 而李希和则表示 会尽快地拜会蒋万安 你看 你觉得我看起来不开心吗 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开心啊 市长开不开心 这话别说得太早 警察局长人选出炉 蒋万安属一的方阳宁却暴冷出局 据老解5月27号 刘世芳就致电沟通人选 蒋万请中央先开出名单 他来圈选决定 当天内政部就给了方阳宁 李希和两个人 28号与刘世芳再度通话 蒋万安明确表态要方仰宁 刘世芳还试探性询问 李希和不好吗 但蒋市长态度坚决 事后还再传简讯 没想到最后却被摆了一道 让蒋万安罕见动怒 如果你今天只给一个人选 我没话说 你给我两个人选 而且确定让我选一个 我最后选了 你竟然反悔 未来在合作上面 谁敢相信 李希和刑警出身 又因正宅和赖金德结缘 生活信任 被称为台南帮 方阳宁则因强硬驱离 太阳花民众 引发绿营反弹 内政部也把它放在推荐名单 不应该像一个 要不上糖吃的孩子 二度与北市警察局长擦肩而过 方阳宁发声明表示 长官自有安排 所以往外界不要再议论纷纷 新内阁刚上任 马上因警察局长人事 和地方闹得不太愉快 这台北综合报道 行政院宣布从6月起 组团附中敬团令 放宽不解禁 旅游业者很错愕 喊话不应该让旅游业 成为两岸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消息一出 福州旅游协会在昨天晚上 也发函给马祖观光协会 决定彩线团暂时不来了 总统赖清德 在上午出席台北旅展开幕一事 对于两岸观光旅游 赖总统强调会秉持对等尊严 互利共荣的原则 台北国际旅展盛大开幕 总统赖清德在台上 跟旅游业者们站在一起 宣示推展观光产业的决心 政府一定会秉持对等尊严 互利共荣这样的目标 来推动两岸的观光旅游 职责就是稳定台海的和平发展 总统主动谈到两岸旅游 就在前一天行政院才宣布 两岸禁团令毅然未解 让旅游业者们是又气又难过 无所适从 因为明明我们可以坐在桌上吃饭 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去抢脚 我们希望说真的赶快把这个 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禁令 把他解除 真的就是不应该拿旅行业来 当作两岸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在6月10号福州驸马组的采线团 没想到福州市旅游协会发出声明 行程要延期 但旅游业者认为延期的意思 就是目前不来了 两岸旅游市场这庞大商机 却迫于两岸情势政治等因素 无奈只能维持冷冻 政院表示会持续沟通 我们有跟业者做了相关的一些讨论 也取得初步的理解 我们适时的再加以滚动式的检讨 确保旅客还有旅行业者的一个权益 在维持禁令的同时放宽一条路 让6月前规划成团的依然可以出团 只是政府一面推检观光 却对两岸旅游团设下难以跨越的关卡 业者无奈只能静待 开放之日目前看来依然遥遥无奇 记者零星期黄伟才爱特别报道